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三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首先,介绍一本全新视角的旅游指南 Doss and Dear Berlin 另一个柏林 这本指南以全新的方式呈现柏林的文化与历史 从传统景点如布兰登堡门到动态的夜生活场景 甚至涵盖了素食选项和库尔历史 接着,我们会谈到在印度尼西亚洞穴中 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叙事洞穴艺术 这些距今超过51000年的壁画 展示了人类与动物互动的场景 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早期叙事文化的珍贵证据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位安大略省的汽车爱好者 正在出售一辆100岁仍可运行的福特T型车 这辆车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传奇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另一个柏林,一本全新视角的旅游指南 在德国之声Dotra Valley的合作下 奥利福,基索,Oliver Kaisel和视频内容创作者 凯斯泰内克,凯斯泰内克 联手推出了一本名为 Dosandia Berlin,另一个柏林的旅游指南 这本书以紧凑,全面和多媒体的形式 全新地呈现了柏林这座快速变化的城市 柏林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地方 如何捕捉其本质并保持指南的更新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基索和斯泰内克在这本书中 巧妙地平衡了传统观光和快速变化的城市文化 他们以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和博物馆岛等经典景点作为起点 但也深入介绍了柏林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 柏林的夜生活是一个不可错过的部分 这本指南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这样的基调 柏林的俱乐部场景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盛名 Berger Inn、Tresser和Bunker这些名字 在夜生活爱好者中耳熟能详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COVID-19大流行前 俱乐部旅游每年为柏林的酒店和餐饮业 创造了约14亿欧元的收入 然而Doss and Dear Berlin不仅仅停留在这些知名俱乐部 它还引导读者发现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现场音乐 酒吧巡游和最佳啤酒花园 让人能够远离浅薄的观光层面 真正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柏林的基资、社区是另一个探索的重点 凯斯泰内克在书中提到 柏林是一个永久变革的城市 这座城市经历了无数次历史的断裂和变迁 从二战后的破坏到柏林墙倒塌后的重建 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在这里交相辉映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柏林的不同社区 每一个社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探索 美食也是这本指南的一大亮点 从著名的咖喱香肠到土耳其烤肉 再到地道的柏林猪肘 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美食的最佳购买地点和简短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柏林还是世界上素食选项最多的城市之一 仅次于伦敦 书中列出了数十个素食餐厅的地址和简介 从街头小吃到米其林星级餐厅应有尽有 柏林的库尔历史是这本指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少有城市像柏林这样拥有如此多样 且历史悠久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和库尔场景 从150多年前开始的平等和自由的政治斗争 到今天的LGBTQ家大都市 这段历史在书中被详细记载 柏林的库尔文化不仅仅是派对 还包含了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意义 这本件200页的旅游指南 为读者提供了数十个关于这个场景的外出提示 即使是不懂德语的读者 也能轻松使用这本指南 书中的照片和地址 以及最近的公共交通选项 都排列得井井有条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亮点视频 只需用智能手机扫描Q2码 即可观看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旅游指南 更是一部关于柏林的全景纪录片 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 在柏林的街角 或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咖啡馆 你或许能够看到一位旅行者 手持Doss and Deer Berlin 正兴奋地寻找下一个目的地 这本书不仅引导人们走过柏林的知名景点 还带领他们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灵魂 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叙事洞穴艺术 出版于德国之声Dotra Valley的最新研究揭示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洞穴内发现的艺术品 展示了人类与猪互动的场景 这些艺术品的历史 可追溯至大约51200年前 成为已知最早的人类视觉 叙事例子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静态的图像 它们在火炬光的闪烁下 彭扶跳跃和舞动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由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考古学家 马克·西姆奥伯特领导的研究团队 对这些画作进行了新分析 它们运用了先进的激光取样技术 将这些艺术的年代推回至约48000年前 比以前的测定早了数千年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艺术品在林布鲁斯坡斯洞穴的墙壁上被发现 这些洞穴曾多次被现代人类拜访 并在墙壁上留下了它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的历史可追溯到27000到44000年前 奥伯特的团队还在附近的林卡拉普万洞穴的一个 以前未测定的具象艺术部分使用了这种新技术 这些场景描绘了人类与猪之间的互动 揭示了51200年前的丰富叙事文化 这些艺术品展示了古代人类 如何通过视觉故事来表达它们与自然的关系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洞穴艺术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但它的复杂性和叙事性使其在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考古学家乔治 纳什指出 这些艺术品展示了极高的叙事复杂性 可能包含更多的故事和意义 纳什认为 这些艺术品可能具有一室或礼价值 因为它们是在洞穴的深处发现的 那里可能是讲故事的地方 这些发现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古代艺术的理解 也对现代人类的进化和扩散提供了新的视角 那时指出 5万年前是人类进化的黄金点 这是更具冒险精神的现代人类向东迁移到亚洲 进入印度尼西亚 并进入澳大利亚的时期 这些地区曾被一个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 使其成为古代艺术的热点 这项研究的成功 也反映了现代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为未来洞穴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方向 那时相信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将会发现更多超过6万年的艺术 这将完全改变我们对现代人类的理解 这位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汽车爱好者 正在出售他那辆100岁的T型车 是的 他仍然可以开 CBC报道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 一辆拥有百年历史的福特T型车 正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出售 这辆古董车的主人维恩 杜梅恩·韦德梅恩 在享受了这辆车12年后 决定将这件博物馆藏品出售 给下一位幸运的车主 杜梅恩表示 他已经从这辆车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 现在是时候让别人也来享受了 这辆1924年的福特T型车 在底特律制造 但在佛罗里达州组装 之后被运往南美的乌拉圭 这辆车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根据杜梅恩的说法 他曾在1935年 阿根廷的一次银行抢劫中被使用 当时联邦警察向劫匪开枪 车身上留下了两个弹孔 这些弹孔至今依然可见 杜梅恩手中的一份车辆历史记录显示 这个故事是通过一次评估揭示出来的 这辆T型车在阿根廷的一个扣押厂里待了30多年 直到两名加拿大游客发现了这辆车病 将其带回北方 杜梅恩表示 这辆车被扣押可能帮助他免受自然环境的侵害 尽管烈日晒坏了车上的大部分漆面 但这也保护了胡桃木轮子 引擎部件和车辆的其他部分 尽管这辆车仍然可以运行 但在其百年历史中 这辆车从未被修复过 杜梅恩希望保持这种状态 他表示 不会将车卖给任何想要修复他的人 因为这种自然的漆面需要60年才能出现裂纹 这是无法复制的 杜梅恩对这辆T型车有着深厚的感情 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修复汽车的他 表示这辆T型车是他拥有过的最有趣的车 他曾驾驶这辆车参加亨利 福特150岁生日庆典 参加了许多汽车展览 甚至还曾载着圣诞老人兜风 不论目的地在哪里 杜梅恩说 这辆车总能引起极大的兴奋 人们拍照 挥手 让他每次回家时 脸颊因为笑得太多而疼 尽管非常享受这辆车 但杜梅恩觉得 是时候让他找到下一个家了 他表示 自己已经70岁了 相信也许有人会像他一样 享受这辆车 这辆车的要价是19000美元 这样一段丰富且精彩的历史 让这辆百年福特T型车 成为了时间的见证者 无论谁成为这辆车的下一任主人 都将拥有一段独特的汽车历史 并将继续书写这辆车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一辆车 更是一段历史的象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另一个柏林 是一本由奥利福、基索 和凯斯泰内克 共同编撰的旅游指南 与德国之声 Devita Vela合作出版 这本书透过一个全新且多媒体的方式 展示了这座充满活力 且不断变化的城市柏林 除了涵盖布兰登堡门 国会大厦和博物馆岛等标志性景点外 该指南还强调了柏林的文化和历史 并提供了丰富的 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见解 从读者的角度出发 另一个柏林 不仅描述了柏林的历史断裂 二战后的破坏和重建 还深入探讨了柏林强倒它后的变迁 柏林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城市 其建筑风貌和文化景观 在不同时期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本指南试图捕捉这种变化 让读者能够在了解城市的同时 感受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柏林文明于世的 不仅仅是其历史背景 这座城市的夜生活 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书中提到了如 Burgein、Tressar和Bunker 等全球知名的夜店 这些场所象征了柏林的俱乐部文化 据统计 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 柏林的俱乐部旅游业 每年为当地的酒店和餐饮业 带来约14亿欧元 约15亿美元的收入 书中还提供了 如何远离人群 寻找到最佳现场音乐 酒吧和啤酒花园的提示 这本书的另一大亮点 是其对柏林美食的深入介绍 除了推荐最有名的咖喱 香肠摊位外 还介绍了土耳其烤肉和原汁原味的柏林猪肘 这些美食在柏林街头随处可见 对于素食爱好者来说 柏林也是一个天堂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素食城市 这本指南列举了从街头小吃到精致餐厅的多个素食选择 另外另一个柏林还特别介绍了柏林的库尔历史 柏林拥有多样且历史悠久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和库尔场景 这与超过150年来的平等和自由斗争密不可分 书中专门介绍了几个与此相关的历史地点 包括纳粹独裁期间的迫害地点 并提供了数十个与LGBTQ家有关的去除提示 尽管这本书的主要受众 是那些对柏林感兴趣的旅客 它也对本地居民具有指导意义 书中的照片和地址 以及最近的公共交通选项 让即使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的人 也能轻松找到目的地 书中的Q2码则提供了更多的视频内容 使得这本指南在多媒体时代也依然适用 总的来说 另一个柏林不仅是一本旅游指南 更像是一个窗口 透过它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层次和多元文化 作为一本涵盖生活 风格 城市 艺术和文化 建筑 夜生活 美食 和酷儿生活的指南 它无疑为那些想要真正了解柏林的人 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视角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柏林签面 文化与历史的完美融合 咱们先来聊聊 另一个柏林 这本书真是旅游指南界的一匹黑马 奥利福 基索和凯 斯泰内克这两位作者 真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们用多媒体的方式 把柏林这座城市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无论是布兰登堡门这样的历史地标 还是夜生活中的Burkheim这样的著名俱乐部 书中都详细介绍 让人看了不禁想马上打包出发 而且 这本书还特别强调了柏林的快速变化 从战后的分裂到如今的繁荣 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在书中得到生动展现 柏林不仅仅是夜生活的天堂 也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圣地 书中提到的柏林墙纪念馆 就是一个让人深刻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场所 通过这些景点 读者可以看到柏林是如何从历史的废墟中众生 成为如今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都市 书中的内容让人感受到柏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仿佛整个城市都是一部丰富的历史剧 洞穴艺术 时光的回升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世界 五万一千两百年前的印度尼西亚洞穴 这个距今五万多年的叙事画作 展示了早期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 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人类艺术的开端啊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马克·西姆 奥伯特领导的团队 通过先进的测年技术 揭示了这幅洞穴画的真实年代 比法国拉斯科洞穴等著名的洞穴艺术还要早几万年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艺术品 更是早期人类讲故事的证据 但是别被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吓到了 这些画作其实非常生动 看起来像是人类与动物在进行某种互动 可能是在狩猎 也可能是在进行仪式 无论是哪种情况 这些画作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早期人类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这种艺术和叙事的结合 让我们对早期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有了更深的理解 梯行车的百年历程 历史的见证者 最后 我们来看看这辆百岁高龄的福特梯行车 这辆古董车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 从底特律到佛罗里达 再到乌拉圭和阿根廷 他经历了太多的故事 这辆车在阿根廷的一次银行抢劫中被使用 甚至留下了两个弹孔 这些伤痕成了他历史的一部分 车主维恩 杜梅恩决定将这辆车出售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辆车的历史魅力 杜梅恩对这辆车的保护和爱护令人感动 他坚持不对其进行修复 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痕迹 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保护 让人不禁对这辆车产生敬仰之情 杜梅恩说 这辆车总能引起人们的兴奋和好奇 无论是参加汽车展 还是载着圣诞老人兜风 它总是成为焦点 这辆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历史 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 总的来说 无论是柏林的变迁 洞穴艺术的发现 还是百年梯行车的故事 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它们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智慧 创造力和对历史的尊重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和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另一个柏林 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旅游指南 奥利福基索和凯斯泰内克在书中全面展示了柏林 这座城市的多样性和变化速度 这本书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旅游景点 如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 还深入探讨了柏林的俱乐部文化和LGBTQ家历史 这样的多媒体指南适应了现代旅行者的需求 让他们获得更丰富的旅行体验 哦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冠冕堂皇 但请允许我指出 这种所谓的多媒体旅游指南很快就会过时 特别是在像柏林这样快速变化的城市 到时候 这本书就像是一个过期的酸奶 毫无价值 更何况 柏林的夜生活和LGBTQ家场景 早已被无数博客和YouTube频道覆盖 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新意 谢琪琪 你的酸奶比喻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但你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本书通过Q2码和视频链接提供了即时更新的内容 这样一来 旅行者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资讯 此外 书中对于柏林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解析 是一般博客和视频无法取代的 从柏林墙的历史到当代的LGBTQ家运动 这些内容具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 楚天说 你的热情真是感人 然而 请不要忘记 这本书的目标群体多半是那些不太会说德语的旅行者 即便有Q2码和视频 语言障碍依然存在 而且 你提到的那些深度解析 真的会吸引那些只想在柏林狂欢的年轻旅行者吗 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在俱乐部里蹦迪 而不是在书本里寻找历史知识 谢琪琪 你对年轻旅行者的看法简直像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里穿越而来 现代年轻人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并不比老一辈少 另一个柏林不仅提供了狂欢的地点 还让年轻旅行者了解他们所处城市的背景故事 这样的经历是无价的 而且 这本书还推荐了最佳素食餐厅 满足了现代年轻人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这样的多方面考虑 正是这本指南的亮点所在 楚天书别把我们的辩论变成对年轻人的歌颂大会了 你提到的素食餐厅 柏林作为世界第二大素食城市 早已有大量的线上资源和应用程序来帮助素食爱好者找到理想的餐馆 而且 有多少旅行者会携带一本192页的书到处跑呢 他们更可能依赖手机应用 因为应用更便捷 更及时 而且无需担心纸直输的重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